大法红船 海内外博览会上的法轮功 作者云帆 2010年明慧网举办了513法轮大法日征稿 有一篇记述了李洪志师傅 在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创造奇迹的文章 其中介绍了这样一个事例 有一天一位中年妇女在丈夫的参幅下到了师傅跟前 这位中年妇女肚中有瘤子 腹部比十月怀胎的孕妇的肚子还大 医院无法治疗 因此他们来到博览会找到了师傅 师傅当即给她调理 没有多长时间 眼看着师傅的手做着伸进去抓出来的动作 她的肚子一下子就瘪了 恢复了正常 穿着裤子的裤腰 这时可以装进去两个她 当时周围围观的人就像木头人一样 没有反应 静静的 等人们反应过来后 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引得很多摊位前的人都纷纷过来询问 发生了什么事情 病人夫妻激动地当即给师傅跪下叩谢 师傅俯身伸出双手 把他们参扶了起来 夫妻俩当时就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大会组委会 博览会总指挥李如松先生在广播中宣读了这封感谢信 并说 在博览会上收到的第一封表扬信便是赞扬法轮功的 收到表扬信最多的也是法轮功 博览会总顾问江学贵教授也说 我亲眼看到李洪志老师为这次博览会创造了很多奇迹 法轮功不愧为这个博览会中的明星公派 我作为博览会的总顾问负责任地向大家推荐法轮功 法轮功致病的神奇效果迅速传播开来 并且越传越广 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 其实像这样的神奇事 法轮功修炼者都确信无疑 因为在他们各自的修炼中 亲身见证到的这类神奇事太多了 就一个个体修炼者来讲 他们自己身体在修炼过程中的神奇变化 也都是不胜美举的 换一个角度讲 当时的法轮功为什么红传得那么快 法轮功的神奇功效与他博大精深的法理 就是法轮功迅速红传的主要原因 可是中共非法镇压法轮功后 在很多中国人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 就完全被中共混淆黑白的诬陷给蒙住了 但是法轮功创造的神迹毕竟已经发生 中共当局的蓄意掩盖 也只能对世人蒙蔽一时 可是他对中国人的毒害却是潜在而巨大的 中共对法轮功的邪恶镇压 最起码是有重病的 而医院无法医治的病人 失去了获得救治的一个机会 也是很多普通的中国人 失去了提升自己身体素质和思想境界的一个选择 中国的东方健康博览会停办了 可是海外的关于健康的博览会上 法轮功却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西班牙从2001年至2003年 连续三年的西班牙全国健康博览会上 法轮功都成为最受瞩目的明星 西班牙人的评价是 法轮大法是建博会的一道特殊景观 博览会主办者说 你们法轮大法快成了博览会的专场展示会了 法轮大法是唯一享有 可以在世外展示这一特权的参展者 博览会期间 西班牙国家电台 巴塞罗那电视台 健康杂志等媒体 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采访 并对法轮大法做了正面报道 也是在2001年 德国曼海姆举办为期三天的健康博览会 法轮功的展台成了全场最受瞩目的展台之一 第一天 法轮功学员做了三场法轮功专题报告 每次一小时 场场爆满 找不到座位的人就站着听 听着功法介绍 马上就跟着比划 博览会的举办者也称赞法轮功的报告独树一致 到了第三天 举办者特地给法轮功换了个两倍大的报告厅 结果还是有不少人得站着听 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十多年里 海外的健康博览会上 许多都有法轮功的展位 而且连续多年受到好评 比如在俄罗斯 法轮功学员已多次参加儿童体育王国博览会了 这个博览会每年都在春秋举办两次 有各项体育运动 儿童游戏 文艺活动等等 深受广大家长和青少年的欢迎 2010年春季的这个博览会上 儿童体育王国博览会组委会颁发给法轮功两个奖状 这已是法轮功学员第三次在儿童博览会上获奖 法轮功在健康方面的功效十分显著 这当然与法轮功的法理相一致 在当今世界 人们开始崇尚自然疗法与探索疾病与精神方面的关系 法轮功在这些方面的独到论述与神奇功效自然引起世人的好感 2010年9月波兰卡托维茨市举办自然医学博览会 有超过200家公司和个人参展 这次博览会的主题是走进健康走进自然 波兰法轮功学员已连续三年参加该活动 每次都受到波兰民众的喜爱和欢迎 人们喜爱法轮功 每个人都有切身的感受 就拿今年1月奥地利的格拉兹举办的健康博览会 现场来说 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与介绍是一个方面 民众参与后的感受也是一个很主要的方面 一位中年女士在学做了第二套功法 法轮装法后感觉到全身放松非常舒服 另一位女士刚走到攒位前 就被祥和的能量场所震撼 她说真不敢相信这么好的场 说起来真让人感叹 法轮功在海外的弘扬受到各国民众和政府的支持和欢迎 主要原因当然来源于法轮功自身的美好 可是在她的发祥地 中国却仅仅因为一个流氓政权及其党魁的妒忌与残暴 却强行掐断了中国人认识法轮功的机会 不过随着法轮功修炼者在全国各地讲真相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法轮功有了正确的认识 可是毕竟迫害进行了十多年 而且还在进行着 这期间有多少本可以借助修炼法轮功 改变自己命运的有缘人 却因为中共的迫害而永远的失去了机会 这个损失是巨大的 也是无法挽回的 这都是共产恶党的罪恶 真心希望所有的中国人早日了解法轮功真相 这真的对您有莫大的好处